大家好,我們是HKAndroid中文資訊王 今天來講是教大家在拆了CM9Ohm的GS3上面 加入這個bit audio的功能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要把手機接駁了電腦 然後我們看看電腦 打開手機內置的記憶 然後把你下載的檔案放進去 現在我們回到手機 放進去之後,我們可以拔除USB 然後我們按住Power鍵 把它關機 關機之後,我們按住音量加 控制,還有Power鍵 來到這個畫面,大家都應該很熟悉的了 首先我們要把它選擇去 Install Shift From SD Card 即是第二欄的選項 然後選擇 然後選擇 True Shift From internal SD Card 那你選擇剛才放進去那個 Bist Audio的檔案 然後選擇 OK,當它拆入完之後 完成了之後 我們可以選擇 Go Back 然後reboot System Now 再選擇 開手機 我們進去手機 便發現多了 其實我們有這個app在這裡 裡面的詳細設定 我們會在下面 會用這個圖文 來解釋怎樣去設定 這裡刷入的教學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